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公认为该领域的开拓者和值得信赖的领袖 同时我们变主席也是我们唯一的一位今天的女家庭 欢迎下变主席 第二位是廖宇 现任沃泰能源战略副总 也是云智慧研究院的院长 曾任太豪集团公司副总裁首席基础官 清华海峡研究院智慧能源中心主任 德国华人新能源协会创始人其主席 我们廖宇老师非常多的title 在这里就无意赘述了 他拥有20多年的中德两国电力系统的研究经验 主要专业的领域是新能源并网 与电力交易数据可视化分析 售电市场与交易监管智能电网 还有就是能源互联网的系统设计 欢迎廖宇老师 下面一位是敏亮 他现在呢是在西坦福大学 他的职位呢是managing director 在加入西坦福之前 他曾是美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IPRE的高级项目经理 和美国劳伦斯利福摩尔国家实验室的 电力能源首任主任 我们敏亮老师是我们今天的高效创新技术担当 下面一位是徐梦龙 我们特别欢迎一下这位嘉宾 因为他是我们五位嘉宾中唯一一位 第一次参加我们ANCPPA组织的这个webinar活动 他目前呢就职于美国国电新力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担任功率硬件贷款仿真部经理 和实验室主任 长期从事电力系统仿真测试技术际设备的研发工作 主持开发了多款高精度测试仪器仪表 获得发明专利13项 起草这个电动汽车铝离子电池国家标准一项 他也是这个eve充电装订网 还有这个电动车三电测试的专家 欢迎徐梦龙 接下来的一位是徐一新博士 目前就职于breakthrough energy的这个突破能源 他的title应该是research director研究组的研究总监 他的团队专注于开发开源的能源软件系统 并用于研究未来电网和能源系统的这个规划和政策 在12年呢毕业于德州农基大学博士学位 07年获得了清华大学学士学位 对于大家不太了解突破能源 breakthrough energy 他是由Bill Gates在牵头成立的一家能源研究与投资公司 主要呢就是投资对象是这个10到15年周期的风险 极高 传统的投资人不敢进入的领域 之后我们可以请一新帮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投资的相关事宜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这个访谈环节 我一共呢是给大家准备了四个问题 忘文问切 首先就是忘 我们首先就来放飞一下想象力 我们感受一下一提起未来电网大家想到的都是一些什么词啊 可以在这chatbox里面稍微互动一下没关系 我这个问题是做了功课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主要的就是发现有这么几个词 大家看看是不是对啊 一个是低碳 还有就是技术变革 变革 还有就是智能 还有就是清洁 清洁能源 这样就翻这些词其实为共同特点 就是代表了一个趋势性的过渡 到一个我们比较预想的一个状态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它有没有可能啊 我们发生一个比较有趣的转向 它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 这样的一个预想的状态是去发展 可能会发生转向 或者衍生出一些我们没有预期的新功能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类比一下智能手机 从这个翻盖机发展到我们现在 大概有十年的历程了吧 它的衍生啊 它在这个过程中衍生出来非常多的新功能 很多都是我们没有预期到的 那么对比一下我们这个电网发展的状况 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想听我们的专家 我们的嘉宾跟我们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首先呢 我是想请我们的变主席来分享一下 他的想法 变主席有请 谢谢运惠 你能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的 谢谢 另外恭喜你的上行奖 从你的介绍到刚才你 你说你上网收那些词 就真的是 确实很上行 再次感谢 另外你还专门给我打电话 把这个 这会谈的整个过程 还有主题都说了一下 所以是再次感谢你把大家都带了周末 晚上咱们可以聊聊是吧 常谈一下 我是根据你的这个想法 你说十年 对 我想想咱们这个两千年的时候 当时风能是吧 是一个飞跃 因为技术早就有了 但是怎么样让它就是 scale到这个电网的这个规模的话 还是还是有一个过程 到两千年开始 基本上是风能为一个大的发展 再过十年以后呢 二千一零年的时候 咱们就是想想 就是太阳能 太阳大概是08年到2012年 它的价 整个那个价钱 Solar Panel 一直PVE 一直涨到大概70% 因为有德国的技术 欧洲发展当时很快 后来中国加入以后 就是大规模的生产 现在就把这个太阳能带上去 现在又过了十年 咱们是EV battery 现在美国也是赶快要跟上 是吧 咱们拜登 这个总统也是 刚刚刚这个几离拜前 通过这个 要搞基础建设 有很多这个 EV啊 就是电车 还有充电装 还有比较 比较是书店 要就是在这个高压上 要花很多钱 要改造这个电锋 所以呢 这又十年 那我想就是讲 你2030年 每个国家 是吧 整个全世界 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计划 好像都是瞄准在2050年 2050年 是就是好像是一个大的 一个Milestone 大一个转折点 大家都说到Carbon free 就是ZERO 没有灵碳 到时候就是 那是好像是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 到现在看来 那个时候呢 至少根据有很多模型 可以计算 就是说 大家都认为到2050年 美国的这个负荷会 double 会加倍 Transmission呢 就输电网呢 会有三倍 这个增长 就整个 因为它是 而且是全国要联网 它把整个利用 这个充分利用 风能变能 然后可能还有那个 HABC 就是咱们直流 overlay在上面 这样全部 把各地的这个自然资源用起来 有这些以后 这个 就是ZERO 就是零碳 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也没有 现在的这个 renewable curtailment 现在咱们有很多 像加州 发了很多 这个风能 还有这个太阳能 都用不了 那个时候呢 可能咱们这个 用氢是吧 Green Hydrogen 就会 把这个很多 这个renewable 都会存起来 它可以存很长时间 不像现在的 这个battery一样 所以呢 整个是一个 我想咱们俩聊的 也是整个 是一个 very 就是 connected infrastructure 就是基础建设 特别好 然后呢 所有的这个技术 还有这个 咱们这个 各种各样的resource come into 这个grid 有点像 Netflix一样 对吧 咱们有这 cable company 所有的 content 加上你 我知道你比较喜欢 那个审便 把娱乐放进去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做到 就是说 通讯肯定是没问题 然后基础建设也有 那就是看 大家到时候 有什么想法 靠近下一代 把这些想法都加进去的话 就是一个 完全跟现在不一样的一个 全新的这么一个 未来电网 好 谢谢 谢谢店主席 我们期待以后 这个各方面通讯大联网 都做到很好的基建 能让我们畅通无阻的 在电网上面任意驰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请廖宇 廖总来分享一下 你对这个话题的感受 好 非常感谢 这次协会邀请 这个我现在在中国的午餐 来给大家分享 我觉得我们看未来十年 电网有什么样的 重大的转型呢 其实我们首先回看一下 过去的电网的十年 到底有什么 因为我印象中 我0506年 加入西门子的时候 在德国 当时就提出了个什么 2010西门子的这个 这个Smart Grid 其实客观来讲的话 过往的十年 从09年奥巴马 那个时候提出 Smart Grid开始 我倒是觉得 就是人的记忆 很容易被最近发生的事情 把它冲 把它冲 把它冲淡成 好像觉得是 很长一段时间发生 其实我倒觉得 回看过去十年的话 所谓新能源的 这个对电网的冲击 包括所谓的 包括一些现在比较关心的 气风气光啊 什么新能源病网 宣传备用啊 这些问题 其实不是过去十年的主流 因为毕竟新能源 也只在几个国家所有 对大多数全球的范围 来看电网的技术来讲 其实过去的这个 应该说过去的这个十年 在电网里面出现的大的变化 都不是我们行业造成 而是外围的 比方说在十年前 很少人会用 clouding based 这个 这个这样的一些软件来服务 也很少人把 iPad 包括手机 移动端 引入到我们电网的操作 包括这种运行当中 所以我倒是觉得 过去的十年 如果仔细看一下的话 应该说是 智能电网不断的深入 反正输电网和发电网 本来也很强 那是前面20年干的事情 然后呢过去十年在配网端 尤其在国外 相对来讲 比较关注的情况之下 是有很多进步的 包括在 在国内 这个也会有一些进步 包括配网端的带连操作 硬件软件都有 那我觉得 这个充分的这个信息化 软件化 包括移动 移动端的应用化 应该是过去十年的 这样的一个特色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 你在看未来十年的话 你顺着这个方向去走呢 它肯定还是有很多变化 就比方说 什么潮流计算 N-1 包括所有的 它可以算得更准 我觉得未来十年呢 我觉得有三个点呢 可能是对我们 相对来讲 会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变化 那个不能叫转向 应该是 新出现的一些挑战 第一呢 我觉得是因为新能源的比例 不断的提高 气象预测这件事情 在未来的十年 将相当之重要 而大部分电网的人 对气象预测这件事情 还处于 要么处于非常懵逼的状态 要么处于 反正你拿来即用的状态 却没有考虑到 这个他能不能够 挽住我们现在的要求 这一块呢 尤其是以后的新能源 这个精度会越来越高 我们对颗粒度要求 会越来越高 比方说要 精准到一公里范围之内 然后一到两个小时内 气象预测要出来 这个会 会比较有挑战性 然后结合的 气象预测到功率预测 再到新型的符合预测 再到电力市场的价格预测 让这些预测全部闭环 然后统一在所谓的 大数据和AI之下 来为电网 作为这个 作为一个所谓的 突破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 就是在所有的 我们更多的关注 比方说探达峰 包括所谓探中和 关注新人员 主要是还是 按照我们电网人 传统的思路 在看发电 然后在看电网 我觉得这个思路呢 不能说错 我只能说 如果讲转向的话 这是一个转向 就是在用户端的一些变化 比方说 可中断的用户符合 包括用户的用能习惯 我们怎么去影响 那我们 我们怎么样能够 把用户端的一些变化 反过来带来优化 因为我们原来 电网的逻辑 其实很愚昧的 这个话我说的 可能会有人不高兴 但是我就觉得很愚昧 因为我们从一开始 都想的是 我调发电机 调完发电机 调电网 调完输电网 调配电网 对吧 但是我们的配电网 大家也知道 也没有几个type chains 就是也没有什么 这个带分箱头的变压器 也没有什么 更多的设备 无功有功 你调什么呢 如果真的我要 我要出问题了 就算我把资论电网 花了很多钱修好了 我能调什么呢 你调它 还不如去调一下用户 关一盏灯 或者是关一个电动机 可能还会少一些 所以这个 这个逻辑 肯定要转向 就包括我们现在 提这个prosumer 提的比较多的 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来讲 我觉得未来的时间 就是探达峰的时间 探达峰在我看来 就是一件事情 不遗余力的造新的员 所以这个变化和挑战 我觉得 应该说在用户端的挑战 会比发电车的 所谓的这些新的员 挑战会更大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个人觉得 比较重要的是 希望我们这些 所有干了电网的人 去思考的就是 我怎么样让 电力行业和工业制造 我们讲所谓的 这个传统的制造业也好 还是用户的生活也好 还是电动车也好 这些东西的结合当中 会给我们带来 很多的冲击 在所有我们的电 和其他行业的 这种重大的冲击当中 其实你很难讲 哪个冲击更大 理论上来讲 我也想说是电动车 冲击最大 但是我怀疑 很可能不是电动车 比方说有可能 就是工业上的 这些机器人 因为现在大家的思维都是 风股店价 这个晚上是股 白天是风 或者有什么播风播 但我经常问一件事情 那是因为你晚上不上班 人要休息 所以晚上才是股 如果我现在都是机器人 请问什么时候是股 什么时候是风 那这个逻辑就是一个转向 你觉得电动车冲击很大 我倒觉得工厂 如果全团人机器人 对它的冲击更大 对吧 这个东西其实很难预测 所以我综合这三点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决策判断一个行业或者判断任何一个事物的走向只有两种可能 一你按照经验来判断 二你按照直觉来判断 我们这个行业过去发展的三十年五十年甚至很长时间 其实大部分还是按照经验来看 我觉得未来十年真正的挑战 包括对我们这样已经算是从业了很长很长时间 但是也需要年轻人来帮我们更新的就是 我我怀疑未来的十年 不再靠经验来决策 要靠直觉来决策 这个直觉是什么 怎么去怎么去怎么去判断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怎么样学会望闻问切来根据不同的信息得出你的答案 建立你的直觉 好吧 谢谢我 谢谢雲辉啊 我就先做这么多 非常精彩 谢谢廖宇老师 看看我们很期待后我们怎么用直觉来判断这件事 接下来我们有请明亮老师来分享一下 好 首先非常感谢雲辉你的邀请 然后Jessica和廖宇也讲得非常好 那个我提一点 我给那个协会提一点建议啊 刚才云辉讲 就是我希望以后能够见到更多的这个女嘉宾 能够把我们这些男嘉宾都给踢出去 非常希望有更多女嘉宾参与参与这个讨论 所以Jessica Jessica一定一个非常好的头 那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我你刚才讲了很多这个Buzzy Words 那么我们在大概两年前 我们做了一个Future Cast Study 那么当时有四个Buzzy Words 我们叫4D Decarbonization Digital Deregul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所以说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这个4D的 主要是侧重在这个Business Model的Change 对于这个Electricity sector 那么对于你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线性的 有些东西是线性的 比方说这个刚才边老师讲了这个Solar的Cost 对吧 那么SolarCost要提到这个Sunshot Program 大概在2011年Sunshot Program成立 所以说SolarCost WingCost 那基本上都是线性的 我认为它未来这十年基本上都是线性的 那么有两个技术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可能是Breakthrough的 用这个E星他们公司的名字 一个是Hydrogen 那么Hydrogen在两个月前 这个DOE刚刚成立了Hydrogen Shot 那非常Clear的Define了这个Target 就是一块钱 One kilogram 就是一公斤 In one decade 三个E 就Green Hydrogen 我们讲的是Green Hydrogen 如果是Green Hydrogen Yeah 这块钱现在是可以达到的 就是利用煤气之清 一块钱是可以达到 那么Green Hydrogen 怎么能够达到这个一块钱 一公斤 在一个Decade里面 那么第二个 DOE是有没有提到 是Long Duration Storage 有DEOE有Storage Ground Challenge 但是呢 这个Ground Challenge 没有给出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Cost Target 我希望他们能够给 因为现在有一个非常 Active的Bill 在Senator It's called BEST 对 如果你看这个Upper-E 他们在五年前 有一个Program 叫Daze Program 那么今年有一篇 非常好的文章 大家可以去搜 是Paul Albertus 跟Scott Lisman 他们写的 题目 我记不太清了 Something like Long Duration Storage 它不只是看 Technology 包括Economics 那么我希望 没有人提过这个概念 我希望能给 Long Duration Storage 也一个Cost Target Cost Target 就是10$ for 10-hour Long Duration Storage in 10 years 就10-10-10 那么我希望 这个目标能够 somehow build in 这个BEST 这个Senator Bill 那么这是我认为 在这个 在Source那一侧 是有break through的 它不是成线性化的发展 那么 但是对于我们用户来讲的话 大家可能会 感觉不太明显 那么在用户那侧 大家可能会 在未来10年感觉到一些 比较明显的一些变化 第一个是real-time pricing 跟device acceptable price acceptable devices 就是你的 不需要你自己去 什么demand response 什么real-time 而是你的这个 用电的设备 本身就已经能够把这个 接受这个price的信号 那么这个加州 有非常active的resource program 跟那个regulatory的support 在往这个方向走 那么如果你看欧洲澳洲 它这个real-time pricing 其实是在retail side 其实是非常的 非常的活跃的 那么第二个是 这个lease model 那么lease model 它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因为那个 solar lease solar city 好多年以前 就已经出现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lease model 我认为在用户侧 尤其像这个power wall 或其他一些东西 包括这个 electrified water heater 会用的更广 因为最主要一点 就是说美国在未来 这五年到十年里面 有一个非常hot topic 是energy equity 你怎么样能够 这个low income disadventing community 同样能够享受到 这个renewable 同样能够享受到 这个electrification的 这个benefit 所以说不同的 这个business model including这个lease model 将会被introduce 到这个customer的那侧 那么最后一个 就是说 大家都用Uber 用lift 这个sharing service 那么共享经济 其实在中国很热 那么在美国也很热 那么这个sharing service 跟sharing saving的model 怎么样能够introduce 在这个用户上 我认为这三点 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 的感受会更加明显 就device accept over-time price sharing saving or sharing service is application of this model 好 我就 我就简单回答一下 好吧 好 谢谢明杨老师 非常应和 谈了很多具体的一些 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 要不我们 我们一心先来分享 好不好 好的 没问题 就首先 前面几位嘉宾 已经讲得非常好了 像变主席 还有廖总 还有敏亮 都讲得非常好了 我就不再重复他们的 那些比较重要的观点了 我可能从我工作的经历 稍微讲一下 我们这边的一些独特的视角吧 就首先我们 今天聊 这个未来的电网 电网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假设 可能过去一直是成立的 姓志宏进以后 可能就不再成立了 这个假设就是 以前电网就是电网 它是一个独立的行业 但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去 这个decarbonize电网呢 就目标是为了对抗气候变化 这是最终的目标 那么实际这个目标的话 其实电网就不再会只是 处理自己电网 或者是电力行业内部的事情了 因为在未来的话 整个交通行业 整个楼宇行业 还有整个农业和制造业 他们都将大量的依靠电能 去提供他们能源 其他的所有行业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动车 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住宅楼 或者是办公楼 都开始用热棒去代替天然气 去作为冬天供暖的设备 还有工业界 像在制造钢铁的时候 制造混凝土的时候 都开始有越来越多的 以前的化学的程序 开始用电气化来替代 其实这里就意味着 给我们一个信号 就是未来的很多其他行业 都将会大规模的电气化 这些电气化 这些能源从来哪里来呢 就要从我们电网来 所以电网将来不只是要处理 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电力负荷 而将会将来会大大增加电力负荷 因为它要处理的是 几乎是整个经济的电力负荷 包括了交通 包括了楼宇 包括了农业和制造业 所以我想说的一点 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就将会是电网本身 将会成为一个像今天的互联网 这样一个很大的系统 今天的互联网就是几乎所有的讯息 都在上面跑 而未来的电网就是将来几乎所有的能源 都在上面跑 所以我觉得电网对我们来说 对作为电网人 就我们未来的使命 其实远远不止我们今天看到的 要处理这些发电人 发电配电送电等等东西 我们将来的使命还包括了电气化 所有能电气化的一切 然后提供这些所有其他的行业 包括交通等等 提供其他行业足够多的能源 能够把整个经济实现 这个decarbonize 这个碳中和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过去100年电力系统的使命 从今天开始就将完全改变 因为从现在开始 包括去年前年 组合美国提出的2050碳中和 2060碳中和 还有包括欧洲的2050碳中和 其实目标已经定下来 就是未来30年到40年 整个经济体都要实现碳中和 那我们的使命就是在未来30年到40年实现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电网人的其实使命会比以前上一代电网人的使命可能要大得多 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同时我还想讲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是 过去电网其实就那么几家大公司 是吧西门子ABB 还有一些当地的电力公司等等 还有一些这个这个Venders General Electric等等 但其实在未来的话 这个游戏将会变得大的多 像我们看到的就从我的角度 我就看到就是像比尔盖茨 像这个亚马逊的Bezos 像Bloomberg 甚至马云 其实马云也是那个突破能源投资人之一 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行业的这些非常成功的 设计上有影响猎人 他们把大量的资金注入到能源行业了 我可以提几个简单的数据 我们突破能源的第一期投资基金是有十几个Billion 就一点几个Billion 就十几亿美元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第二期 也是一点几个Billion 就十几亿美元 我们还有一个新的项目叫做突破能源突破机项目 现在也已经筹集了1.25个Billion 这只是我们一个公司的 其实还有其他公司的投资公司 已经有几十亿美元了 所以其实很多很多大的钱 已经进入到这个行业来了 就我们将我们面对的将不只是 这个过去的电力行业缓慢而保守而发展 而是将面对一个类似 现在的互联网行业看到的 就大量的热钱有进来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上和过去非常不一样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 还有一个变化我想提的是 过去我们的电网可能是渐进式的变化看的比较多 我在突破能源的工作让我看有一个独特的视角 就是我们公司投资了很多很多小的startups 这些小的startups他们在做的一些科技 我觉得将来有非常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interruption会在我们行业发生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 就刚才敏亮也说的非常好 就是他觉得这个long duration energy storage 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技术 我也非常同意 我们公司投资了几个long duration energy storage的这个公司 就比如说这个非常有名的form energy 另外一个是叫multi energy 他们看到这个储能都是看什么 都是看100个小时以上 甚至是几周 甚至是几个月的这种长时间储能 这就不是现在的电池能做到道 那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事情呢 因为他们找演的是未来 就是未来将会有大规模的新能源病亡 而新能源的这种这个intermittence 这个问题呢 是很难解决的 除非有这样的就长销储能存在 这个长期储能存在的话 如果这个技术真的研发成功 并且成本降到可以 和其他的技术相持平的这个水平的话 那就意味着这是一个game changer的一个新的技术 将会引入到电网 那我们今天看到了如何运行电网的这些知识啊 这些方式啊 就可能就此完全改变 我还想提讲一个例子是 Bill Price他还投资了一个核能公司 有可能大家会知道 就是叫做Terra Power 就是泰拉核能 像我们传统看核能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想 核能确实是很便宜 也很干净没有二氧化的排放 但是核能的话 它的可调控性其实很差 是吧 就不够Flexible 然而 这个Terra能源Terra Power 他们现在做了一个技术 叫做Flexible Nuclear 就是灵活性可调控的核能 然后他们是怎么做到呢 他们是把核能连上了一个热除能装置 然后再接上一个半技术 这样的话整个套技术下来 就能够实现核能既清洁又便宜 而且是可调控的 所以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将来这个技术 同样成本降到足够低 然后技术做到足够安全 那这个东西 就是加入到电网里边 又是一个很可能造成一个革命性影响的一个技术 当然这现在我提到只是几个小的例子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Briggs Energy的网站上 我们已经列出了大概可能30到50个 这个我们投资的公司 每一个投资公司都有一个非常独特 而有意思的技术 这些公司呢 坦证讲 有相当一部分呢 是不会成功的 是会失败的 但是如果这些公司里面有一些成功了 那这些成功的公司带来的技术 就有可能是颠覆一个行业的技术 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几十年 电网行业的发展 有可能会跟以前很不一样 它有可能会 我们有可能会看到很多的热钱涌进来 然后连接到除了电网之外 很多其他的行业 并且会有电付性的时间发生 好 非常感谢一星 一会我们有一个关于创业方面的 创业创新方面的话题 然后也想请您多分享一下 关于你们投资的一些项目 我看到那个 那我们回来了是吧 我们徐经理回来了 好 那我就接着刚才说一下 因为不好意思 耽误了大家一点时间 我就长话长说 然后对于运慧说的十年的一个看法 我认为这个事件的发展和事物的发展 都是成螺旋形的取得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可能在一小段的时间范围内 我们观察到的可能是类似线性的 或者是其他的发展形式 比如说指数性的 或者是爆发式的这种 像电动汽车啊 充电桩啊这种 但是如果100年为单位来看 我认为应该是符合这样一个哲学发展的规律的 也就是螺旋的 取得上升的 在未来十年呢 我觉得可能是一次比较大的一个转向 我记得之前有位领导给我推荐过一个电影 我也看了叫《电力之战》 我也在此推荐给大家 大概是2017年上映的 主要讲述的是19世纪电气工业革命时期啊 伟大的发明家艾迪森和特斯拉 之间的这样的交流与直流的这个电气之争 艾迪森是直流电的发明者 并且将直流电推广到商业领域 随后呢 发明家那个尼古拉特斯拉 也发明了这个交流电 并制造出了一条 一台这个交流的发电机 为了与和艾迪森的这个直流电竞争 然后企业家呢 这个乔治 威斯丁豪斯 就邀请了特斯拉为其工作 之后我们也知道 威斯丁豪斯是创办锡物电气 并且率先将这个高压交流 引入到美国输电系统的这样的一个 然后就直接就打破了 这个之前直流电一统天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也就是我们现在电力系统的这个雏形和试点吧 然后我们知道最后的这个结果呢 是交流电 当时是交流电赢得了直流电 并主导了人类日常生活和工作近一百年 一百多年吧 然后我觉得如果站在今时今日来看 未来的一百年是不是什么样子 是否还是由交流电来主导未来的这样的一百年 我觉得非常值得探讨 我本人也认为就是目前是一个转折点 因为是由于这种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崛起 然后低碳环保绿色 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些能源 是将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主流 然后我们的电器 就是电这种能源形式是直接契合 这样的一个发展形式 因为它的这个来源是能够多元化的 然后它的这个电网的这个形态 刚才几位专家和学者也都说了 它是朝着分布式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形态 然后我们又有储能 然后用像储能这一车 它也是直流形式 然后我们很多的用电器 比如说现在的电动汽车里面的这个电机 都是也有很多直流的 包括直流的泳池 泳池的这个直流电机 也都是直流形式 所以未来这个电网 我觉得应该会有大量的 是可能会有大量的直流的电网的这样的一些存在 或者是新奇 也许未来的一百年 或是直流的一百年 谢谢 谢谢孟老 我们未来可期啊 看看我们以后的未来电网是不是会以直流为主宰啊 我看接下来那个话题呢就是 我想先跳过去啊 我们 其实各位专家已经谈了很多关于未来电网发展的这个状况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吧 目光拉到我们的当下 我们都知道这新能源革命其实就是动因就是这个全球的气候变化 对吧 那电力行业作为我们这个碳排量的这个数一数二的大户嘛 也是主要的一个改革阵地了 所以呢我们我们探讨这个高比例的新能源病网和国内提出的这个2030啊2060啊这个双碳目标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想请各位专家是从自己擅长的角度谈一下这个 我们这个大目标啊能否落地 如果能落地的话 它是怎么个落地法 我们先有请敏亮老师啊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你觉得这个新能源接入之后 我们这传统的这个能源怎么办 这天然气跟煤啊 它会彻底消失吗 如果它不能彻底消失的话 它是怎么样一个过渡 会是一个平稳的过渡吗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你先扔了一个大弹给我啊 这个我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 那个中国我不太不太不太特别清楚 因为中国的任务非常非常的重 那么美国我可以比较肯定的告诉 what does the future look like in 10 years 美国我们的目标是100% clean electricity by 2035 这是拜登 administration 这是一个非常挑战的目标 那么这是一个difference clean electricity is different as renewables 那么我可以 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个challenge 因为从电力 从业者来讲 我们觉得这个100% clean electricity 是非常challenge 但是80% 80% clean electricity by 2030 in next eight years we believe it's achievable 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怎么样实现这个80%的这个carbon free electricity 那么有几点 第一点 nuclear不能retire 还是要保持 那么甚至我们要try some nuclear 那么这个 我讲的是美国 那欧洲可能会aggressive一点 因为法国你知道有这个ERP 然后要上 已经在他们这个bill里面了 对吧 那么你为什么nuclear 因为你看新的administration nuclear is treated as clean electricity resources 因为它的capacity factor是90%以上 你像solar就20% 22% 23% Win可能40%左右 它有那么高的capacity factor land use又是那么少 虽然它有很多的这个security和safety的concern 所以第一个 nuclear会保留 第二个 cold 不会全部retire 美国现在大概是700terawatt hour cold introduced 我认为最后可能还有大概100或者50100terawatt hour energy 会从cold power plant 我讲的是203080%这个scenario 不能够 在未来十年 肯定全部不能够retire掉 natural gas is a very important resource to balancing the grid 它会maintain 甚至会有略微的增加 at least会maintain the same level 但是 a big fraction of natural gas will need a CCS 大概30-40% 有可能到50% 至少30%的这个natural gas 需要这个carbon capture storage 这就是这个landscape 那么这landscape 那么剩下那些能源去哪里呢 我们要10 plus of solar deployment 甚至有人说50 plus 增长10倍 或增长15倍 现在大概是100terawatt hour solar 我们大概要达到1000 甚至到1500terawatt hour at least double the weight 大概现在是350terawatt hour的weight 以后至少要到700800以上 那么这包括onshort跟offshort onshort的cost很低 那么美国在过去这10年 这个offshort做得非常强 那么在未来这10年 这个offshort的cost 会going down technology a lot of technologies available in European countries 所以这就是我们未来10年 这么一个这个landscape natural gas will maintain 那甚至略微增加 big fraction wheels of natural gas need CCS you know still very little percent of the coal will remain on the grid nuclear nuclear will preserve nuclear and 10 times solar at least double the weight so这就是未来的这个 这个generational resource how we can achieve 80% electricity 那么100% 这个非常非常的challenge 因为你这最后的 最后那100terawatt hour 以及怎么样把所有的 natural gas全部 deployed CCS it's very very expensive and it's more than just cost 一心可能待会会点一下 其他另外一个 carbon management的问题 对吧 那么 这就是一个非常 societal跟这个 这个economic的问题 好吧 我就回答到这里 我在我在追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因为我知道 你是第二接触方面的 一个专家 那我 我们知道这个第二的问题 因为第二导致的 这个结果 会是这transmission 跟distribution完全的整合 这个应该是大势所趋了 我们应该是有共识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 以后未来发展成一个 新的一个仿真平台 让我们把这个planning 跟operation也结合在一起 有这个需求吗 这个难度有多大呢 这个技术上 我认为是可行的 但是呢 这个driver推动力 有点 比刚才讲的那些 可能有点弱 那么 因为关键事就是说 你不可能 因为我们讲四个东西 第一个是 transmission operation planning 的整合 第二是distribution operation planning 的整合 第三个都是 transmission distribution 的整合 然后你再把它 成一起 那可能有很多种的 这种整合 那么你把它 所有做一下整合起来 那这是 这是非常 complicated的一个问题 那么比较现实的走法是 transmission operation planning 需要整合 那这个是 more than 10 or 15 years ago we already working on that 我们叫bus branch model 和node bridge model 都是这么一个 moving toward this direction 那么distribution operation planning 的整合 那么这个 最近前面三年五年 谈得非常热 最重要的原因是 大家都做ICA 或者DRP integrate capacity analysis distribution resource planning 那么这个ICA hosting capacity 都是one snapshot 那么大家需要 把更多的 这个metering data 什么什么 都要整合到这边去 更加frequently 去update ICA跟DRP的 这个results 那这也是一个过程 那这个其实 已经在做了 那么TND的integration 那这是非常挑战 比较 比较几个例子 第一个是 这个DOE 在这方面 就很多national lab 跟APRE做了很多工作 那planning是相对 比较简单的 当然简单 也只是这么讲 讲讲而已 其实还是有很多 technical challenge 那么operation呢 就比较challenge 那么我认为 就是说 你怎么样去feasible 一个feasible solution 就先从planning开始 怎么把你的模型 包括这个Sign 和这个 Sign agent model 跟PSLF PSSC 提行整合 那么这个 包括我们上一期 那个Henry Huang 讲那个Helix 这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那么从operation 角度来讲的话 那这个 这个难度就 比较大了 这个Sign model 然后ADMS 有些 有些vendor 也正在开发 这个ADMS的 这个接口 跟BMS 因为很多时候 这个vendor 都是从一家公司来的 那这个 我认为还是 operation角度来讲 还是很长的路 要走的 但是在planning 角度来讲 很多工作 已经在开展 嗯 好好好 谢谢 那接下来 我想请我们 变主席啊 跟我们从这个 可靠性标准来 谈一谈 我们这个 未来的这个 高比例新能源 并网跟双卓目标 是怎么落地 在政策方面 是不是可以为 这个 这个 这个大目标 报价护航 谢谢啊 运辉 正好明亮 刚才讲的美国 我再加一句 除了就是 咱们刚才 讲的这些 很多变化 这个 你先也说了 是吧 很多这个startup 还有一个 就是 我以前也讲过 这个 咱们这是基础建设 是吧 电力系统基础建设 所以呢 就是有很多 包括politics culture business model 这都是咱们的这个文化 是吧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体制 都跟这个系统有关系 我就 简单举个例子 咱们现在的新的 美国的新的这个 能源部部长 Jennifer Granholm 他 他在那个 他办公室 有一个日历 是吧 他的日历呢 就是说 拜登还有 还有多少天 他可能就不是总统 所以他就按那个计算 所以就是他 他在GM 是我们的 one of the keynote speaker 他说 他还有847天 那我就看 所以我得拼命的工作 要不的话 可能这个机会就没了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 就是 一个因素 至少在美国 是这样的 别的国家 可能有各个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 这个文化呀 体制 政治体制 在美国还有这么一个因素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不太好预料的一个东西 如果说 照着拜登这个政策的话 像他明亮讲过 我觉得就是 是有可能 大家都一起做 到最后 可能那20% 是有challenge 但是呢 这个政治的 这个 不可预料的 这个性质 性选 这些都会造成 这个 加速发展 或者是 slow down 或者是让整个 这个进程 会 结束 再回答你这个问题 这个 这个叫什么标准呢 是会有很大的变化 这标准呢 也是par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为什么咱们就说这个二月份 是吧 加州这个事儿 不是加州说错了 德州这个事儿 那因为德州呢 它这个市场是 德州自己的公共事业 他们由机构管这个 管这些标准 所以呢 它那个winterize 是吧 要这个 发电厂都需要这个 采取防重措施 这就是无可靠性的一个标准 但是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反对 说是要花很多钱 确实是要花很多钱 他们说一个 就是普通的一个 就是gas plan的话 大概一年至少要花 一个million 一百万 就是要winterize 所以这个呢 都是 然后这还不算 还得加上那个 就是pipeline 对吧 gas pipeline 那个也需要winterize 所以这huge cost 所以Texas他们怎么做呢 就是set一个fund 一个就是我们叫pina 把它放 大家repair都去付 对吧 大家付 这付电费都去付 他set了一个fund 大概两个billion 这个那个方 这个20亿这个方 然后用把这些钱 大家都可以来申请 对吧 我今年要 大家要这么多 我要花50万 你就可以去申请 如果确实是 政府有个部门 去去看他们 确实其他50万 就会给他拨一些 这补贴 所以这个 就标准呢 也是跟着这个 他不是一下子 就到位的 也是跟着这个 需要 还有跟着政治 还有咱们跟着 这个技术发展 在低 所有的 现在的标准 至少在美国的标准 就是我们叫low 就minimum flow 就是说是最低的 你要往上走的话 那就要花很多钱 所以大家就会 就会讨论 到底哪些钱是需要花 哪些是 可以避免的 所以这标准呢 会一步往上走 现在那个 就是 讲这个 clean energy standards 另外你要加入并网的话 哪些才能并网 哪些是不能并 这些标准 现在刚刚开始 刚开始起步 我去先到这 对 这个特别同意 我最近也是在看到 有一些关于 分布式能源并网 DER的 这个NERC 会有一些 这个workforce 比如说这Spider 不知道有没有听到 这个 它专门就是 对DER 并网这个稳定性方面的 一些探讨 就制定一些标准 然后 然后用来指导 我们以后 当这个大规模的 这个并网过程中 会遇到一些 冷静性的问题的时候 怎么处理 对 对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 廖宇老师 聊一下 我看看 聊一下什么话题 我们聊一下 新能源的 这个大幅度并网的 一个市场前景吧 从市场的角度 你觉得 这个 打听之百 还有这个 双坛这个目标 能落地吗 我这么一个高级的问题 我就怎么回答 搞得我压力很大 肯定能落地 这个 就我只能说 我穿透了你这个问题 背后的意思 但这个问题本身 我觉得其实回答起来 倒没有那么 就是我是 你想 我是10年 从新闻子换到电网公司 当时就是要去迎接 新能源的挑战 当时德国只有18% 19% 百分之20% 对吧 然后五年以后就干到了25% 现在已经干到45% 所以他这个速度 其实是超 就是 就是虽然这个目标 当时定下来的时候 觉得2020年 实现不了 这个40% 或者50% 当时还在争论 是不是新能源最高 最高最高最高 到50% 就差不多了 对吧 但是现在看来 百分之百呢 我觉得 没必要去争 但是80% 跟大家现在都不怀疑 前两天上央视的时候 在这个央视 这个有一个 就是三峡啊 这个包括这种 震探啊 他们真的做访谈的时候 有一个人说 哎 我觉得新能源 新能源这个比例到百分之七八十 国外已经验证了 没有问题 当时我好想 像主持人这样去追问一个问题 五年前 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 五年前说新能源是垃圾能源 脏能源 病的电网里面 25% 35% 电网都要崩溃的 那么转向也太快了吧 大哥们 你们有没有做过 有没有做过市场调研 有没有做过技术分析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这种 当然我承认 这样说的话 会提高极高的情绪价值 这个我也认同 这个情绪价值第一 对吧 我觉得这个 我很赞同 这个事情要客观的说来讲 我认为 这个你说 新能源百分之百 就如同你两百年前 问以后这个电啊 包括煤啊 能不能取代木头百分之百 这个事情呢 你要客观的说 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做 那你肯定能做到 对吧 就是你肯定能做到 但是呢 往往就刚刚才说的 这个很多人在讨论 刚才在群里面 我看到说什么 这个不是 不是人类拯救地球 其实地球整类人类啊 包括这种 就是人在那纠结 那个百分之百 那八十 其实没什么意义 这个你看一下历史 那个寒武技的时候 出了那么多生物 几千万种 对吧 到了后来 光当一下 全部解了 然后那个时候 后来又出现了恐龙 这个确实是 46亿年有多长 我觉得人已经无法想象 人到现在 也就活了大概一万年 都不到 其实只有几千年 有点过于夸大 有可能 我们这个说起来 有点悲观 这是马斯克的观点 有可能 我们就是那大浪 两个大浪中 那么一个小浪花里面 下面的一个小浪花 我们现在所出的环境 所谓我们纠结的气候变化呀 包括这些 其实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例外 有可能地球 在46亿年里面 每天都是50度 所以偶尔要降到30度以下 所以人才出来冒个炮 过个几千年 你趁早自己 发明一个宇宙飞船 跑得火星上去 不然的话 地球上一个浪漫就卷掉了 你还在那计较 百分之百 百分之八十干嘛 对吧 这个时候得学 但是确实 这个回到我们这里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 当下来看的话 至少在20年到30年的窗口 我觉得新能源 这个几乎是没有上线 没有天花板的增长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预期可见 就是从技术上来讲 我们其实并不打算 这个关键是一个观念 我觉得关键是一个观念 转化的问题 什么叫做观念 转化呢 第一 比方说我们广东 现在在搞需求社 四块五一度电 然后呢 拿了三千万出来 你看今年 全国很多地方 就没有再冒出来说 什么又创新高啊 各种啊 现在大家已经不反对 对吧 已经没有再创新高 迎风度下 他们突然发现 原来我拿三千万出来 做低压 所以说这个响应 比我原来死守什么 什么这个 这个迎风度下呀 宝殿呀 那要花一两个亿 要省钱多了 对吧 就是让老百姓 自己来把空调关了 我只要花三千万 我自己去迎风度下 要花一个亿 你说这个账谁来算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 在这个事情上 其实 我虽然是搞技术出身的 我也是搞 N-1啊 包括9 你看 我们在过去的十年 当我是我在德国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 天天在讨论 这个N-1到底准不准 这个N-1能不能把它废掉 然后又觉得 哎呀我都已经 保持3D的指数 每年只停7分钟 10分钟了 那我就停你个10分钟 又怎样 停4分钟那有多少钱 我为了保你10分钟 这个保你不停电 花的钱 比让你停电的钱多了多 停电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就停你10分钟又怎样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最后迟早要走的这一天 我我的预测啊 就是我的设想 我是觉得人越早 走到这一天越好 就比方说2025年 大家突然意识到 全球论调又变了 说以期保持那么高的 又念可高兴 不如你想停就停吧 你只要给我钱就行了 我觉得走到这一天 大家这个人生会happy 对吧 这个时候你像云慧这样的天天做仿真的 就会很开心了 对吧 我就给你仿真来仿真去 仿真来仿真去 对吧 就来玩 包括这种 包括电力市场设计 那么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呢 在这个这个变化当中的 其实是现在很多人忽略 就比方说我在国内 包括在在在德国 美国原来我看其实都有这个 就是新的员上来了以后 这些便电站后面的运维 包括包括运营 operation包括这个操作 谁去管 这些东西可不可以调 对吧 包括这些 比方说像新疆 这个这么多新的员 包括原来德国也是的 这个一个一个一个光复老的站里面 就一开关 他可能连开关推出来 两个杂招要隔离都不知道 然后呢你怎么保证他的安全 然后呢我现在要调他一下 他有什么可以调的 你没机可以调吗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调的 电压可以调吗 功率可以调吗 这会就变成了一个像原来小水店一样的 怕我的那个 自己拦了个河 装了小水店放那 然后呢 你要想关我 你就只拿石头把水堵住 不然的话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关 这个调查 那么现在 现在在搞这个 很多的这个各地的这种分布式光复 包括加加货物工商业企业都要装储能 包括这些 我个人倒是觉得 我刚才也有很多人讲投资 我我其实非常看好一件事情就是 在疯狂上马很多项目之后 而必然会出现的这个逻辑运营 或者逻辑运营 这个我是最看好 对吧 就像你你意识到 你意识到这个 这个计划生育政策一出台 你的第一反应就应该是去买杜雷斯的股票 你的第一反应就应该是这个 然后你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改这个 这个三个小孩或者是要 这个这个计划生育 又转向了 辨词说 我要搞这个很多很多 这个这个小孩 那你第一反应就是 我去这个买生产婴儿床 什么搞这个什么奶粉 去搞这些 我觉得会比较好 所以呢 在这个里面的一些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活动里面 尤其各位专家 大家最重要的是 我们先假设一个趋势 然后呢会出现哪些逻辑 我们把它推演出 然后我们再假设另外一个趋势 我们又会出现哪些逻辑的避难 至于这些趋势当中该如何选择 我个人觉得见仁见智 大家回家自己去 对吧 这样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希望 待会讨论的时候 大家可以群测群立 好吧 我先说到这里 谢谢 谢谢廖总啊 就是有点颠覆我的认知 因为我就是每天都是在 做这个N-1的这个 这个Free Violation的这个 这个东西 努力的要让没有N-1的任何 然后你今天这个 这个想法有点 有点确实是颠覆了 你这个我只好参看 我这个建议你参看一下 最近法国西班牙边境 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事故 评论 简单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N-1的问题 就是调主员看到N-1出问题了 于是他就做了点什么 我当时想问 你可不可以不做什么 你不做这个什么 就一定会很糟糕吗 因为N-1是个假的 是个fake 是你算出来觉得它有问题 但它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其实没人知道 难道N-1跟你说 我这个线超标了108 就真的是108吗 说不定你啥也不做 最后97呢 那你为什么要做点事情呢 你做了事情以后 做错了怎么办 然后它第二条线又跳了 所以这个频率就崩了 你可以去看一下 西班牙和这个法国编辑7月24号 最近发生那个事情 其实挺有意思 它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常规的这个应对 但它没做错 但是呢 你只是说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出口在哪里 大家也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假设的可能 好 谢谢 我一定去了解一下这件事情 下面我看一下 要我们请一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给你的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发生在全世界 应该说各地的极端的天气气候问题 是目前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解决了 那么我们这个规划这个十年五年的这个新能源大规模并网 肯定是会为这个电网带来更多的不稳定性 加上极端天气嘛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谈一下我们可能有哪些策略 可以基于你分析 可以基于就是我知道你有一些研究的成果 还有发表论文在这方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先简单的讲一下就我们做了工作吧 我们就做了这个主要工作之一 就是我们建立一个开源的美国的电网的模型 而且是高精度的 我们是有82,000个节点 大概有10万多个这个传输线 然后我们用这个模型也模拟了很多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就像廖总说了 其实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可能有很多种 基于不同的假设 基于不同的逻辑 它有很多种可能的方向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是哪个方向 但是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方向都把它仿真出来 都把它呈现在大家面前 让大家可以做相应的准备 其中一个方向我们做了就是 或者其中一个用处 我们这个开源模型的用处就是 我们和TechCM的谢勒老师的 一块做了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就是研究今年2月份在德州出现的极端天气 导致的大规模的停电 这篇文章已经发表出去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或者直接Email我可以给大家发一下 我们用这个模型就可以几乎完全的 这个重现当时发生的停电情况是怎么出现的 是怎么一点点的那个发生机组随着温度啊等等啊 就是不断的掉线 然后这个负荷的话就不断的被被被弃掉 然后导致了大规模的停电 同时呢我们也基于那个模型提出了 大概四种有可能可以采取的方式 也许可以再用来将来可以用得上 其中一种呢就是辩论是之前提到的 就是Winterization是吧 就把这个天然气组啊 煤啊核能啊甚至风能啊 把它为冬天的这个特殊的极端天气 给它准备好 好这样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其他的方式 其实就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更多的这个 这个demand response 这个需求色响应 这也是刚才廖总提到的 就是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好 就是将来有可能可以做大规模的需求色响应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 那是不是考虑到未来更多的更频繁的更严重的 其中一种天气导致的世界 是不是这个就值得投入这个成本呢 这可能就涉及到和大气科学家一块研究 去预测未来到底有多少极端天气会发生 这些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会造成什么多大程度的影响 这些程度的影响会不会能够justify 能够justify我们对电网做的这些投资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比如说 是不是可以把德州连到其他的外边的网络 我们知道美国的电网实际上就三个相对独立的电网 东部西部和德州 所以德州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区 那是不是德州可以通过建这个HVDC连到东部或者是西部 这样的话德州出现的极端天气 可能并不会在其他的地方出现 就比如说今天二月份 德州出现了极端的冷冷天气 但是加州和那个佛里达州就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那如果有这样一个全国的这个HVDC 其实是可以大量的减少这个资源系统对这个德州的影响 那是不是可以考虑这样的工程呢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策略性的在这个德州的网络各个地方去布局储能的设备 因为我们知道储能设备很贵 那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型去模拟 当极端天气出现的时候 如果我们很有策略 很聪明的去布局比较昂贵的这个储能的话 是不是能够大规模的减少这个 货载的这个load shedding 就是这个或者是这个这个停电是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模型的主要目的之一 也就是这个就是能够模拟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并且提出一些可行的方案 然后供大家去去选择去衡量 从经济性啊从技术性和可靠性的各个方位去衡量 好 这是我想说的 好 谢谢依晴啊 这个大家有空也去读一下这篇文章 现在已经它应该是一个open access应该是开源的 每个人都可以下载 下面呢我们请这个我们时间里看到现在网络可以吗 因为你是一个电动车专家嘛 所以我们想从这个充电桩并往这个角度 看一看我们会面临哪些的问题 然后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好的 谢谢 谢谢运汇的这个问题 刚才就是也是我从充电桩或者是新能源汽车的这样 并往的这个角度来来谈一谈 首先百分之百的新能源并往和这个双套目标如何落地 首先这个双套目标如何实现 这个可能是比较好回答的一个问题 我就先回答 因为这个是非常明确化的 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电气化 就是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共识了吧 就是各行各业的这样的一个电气化 包括电气化的交通 船航空航空航天轨道等等 通过摆脱对这种化石燃料的这样的一个依赖 包括刚才变主席也说了 就是拜登总统就是在几周之前也签署了 这种行政命令 要求就是三年年就是所有销售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这个占比应该达到这个百分之五十 这样其实在中国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中国就是规划到2035年 中国的这个要达到一亿辆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汽车 然后充电桩的这个建设要达到七千万 这个所以说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数字 现在整个中国目前新能源汽车估计才几百万辆 只不过可能现在还只是一个零头 如果算一算 从目前2021年到2035年 中间有14年 那么我们如果要达到一亿辆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那么平均到每一年应该增加 六百多万辆这样的一个新能源汽车 那么 如此多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汽车 爆发式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那么会对现在的这个电网 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把很多情况在前期就应该调研 然后应该想清楚 那么并且把它的这个影响估计就是要量化 就不能就是我只能说大概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么如果没有研究深刻的话 那么你无法评估这个影响对将来会 产生如此样的后果 会导致很多这样的项目可能会落实能够落地 但是你能否落地的有效落地的出彩 这个就非常就就非常有有重大的影响 有些可能你项目落下来了 但是老百姓可能利用率不高 投资效益也很低 投出去的钱难以就是收回来 甚至对一些这个电网会造成一些影响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 这都有可能的 那么 我们要进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研究的话 我们就首先要知道就是我们研究的这个对象 包括这个电网和这个新能源的汽车 你像 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说 他对电网来说 他既如果是V2G并网 这样的话 他既从电网进行充电 他是做一个负载 与此同时呢 他又要向对电网进行这样的一个反向亏定 他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电源 因此国外也造 这样一个词叫prosumer 它什么意思呢 叫produce 叫consumer produce和consumer进行结合 叫prosumer 就它既能作为一个员来发电 它同时也是作为负载来耗电的 那么 它有 有很多独特的这样的一些特性 首先第一个 就是它的这个电动汽车的能量非常大 可能我们平时的老百姓 或者是一帮非从业人员 可能没法 没有很直观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觉得一个新能源汽车 能有多大的能量呢 一辆汽车 是吧 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有非常直观的感觉 这个能量是非常大的 现在的一个汽车 前几年就是比较老款的 可能一个车有五六十度电 都比较正常 那现在随着这种旅程的这样的一个越来越大 那么一辆新能源汽车 可能有上百度电 那么上百度电是什么概念 其实上百度电是非常大的一个能量 它能够支持一个家庭 一周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 包括里面什么空调 冰箱 这些家庭的照明 等等等等 是非常大的 这样的一个能量 其实呢 它有第二个特性 就是它的这个电动汽车 它有一个时间不确定性 那么我这个车主 我在什么时候去进行充电 完全都是随机的 我没法去预知的 因此在做电力调度的时候 我们是想着 哎呀 新能汽车作为储能 我可以进行对它进行调度 来进行削分 填骨 这样的一些作用 但是它的这种时间不确定 这电性就造成了你的调度的 这样的一个困难 你能否能够进行 实时的这样的一个调度 它会不会有延时 它这个延时是什么样子的 它的特性是什么样子的 它能不能响应 这些都需要去研究 那么第三点 还有就是它的空间不确定性 我们知道车我今天开这边 明天开那边 它可能在北京这个地区 它都会开到各个不同的区 去办事 或者是去做一些事情 那么我在哪里充电 这也是一个随机性的 它也是 就是你不可去掌控和预知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也要对它进行研究 那么我们如果有 如果这种不确定性 你如果不去进行研究的话 它会对电网进行 区域的这样的一个 符合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么我突然很多汽车 都到一个地区去充电 也会造成我们这个区域的 这个符合 是没办法支撑的 没办法支撑这种情况 那么假如说有些地方 我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充电设施 我投入了很多的资金 去增强这个地区的这个容量 但是我发现 来这个地区充电的这个汽车 或者是这种新能源汽车 会非常少 经常大量的空位 或者是没有被利用上 那么这会造成这个投资的浪费 这个社会资源的浪费 那么有这么些特性 我们就要对这些特性进行影响 那么这样的这些 有这么特性的设备 来并网充电或者是 反向给电网溃电 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第一肯定会对电网 带来电网的冲击 第二可能对电网造成污染 包括我们的这个电子汽车 以及这个充电设施 都是有这种 包含大 很多的这样的电电子的设备 那么电子电电子设备 在工作的时候 它无可避免的会产生很多斜拨 那这些斜拨在充电或者是溃电的时候 它到了电网里面来 会对我们的这些电网的这个电能质量 会造成很大的 很大的感染 那么我们正常的这些居民家庭里面 我们这些用电器 会不会受到这些干扰 会不会导致我们电网这个电能质量 就会很差 已经进而影响到居民的这些用电 设备的比如说使用连线 寿命等等 甚至对一个电网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 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我在建设的时候 我没有考虑到 比如说三项平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可能在一个地方 把好多充电站 甚至很多充电桩 都建立建在三项里面的某一项上 那样的话就会非常危险 那么你在充电的时候 大量的电动汽车去某一项上进行充电 会造成这个电网严重的三项部分 那么你会对整个电网的这个 稳定性带来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么还有第三 反过来电网对我们新能源汽车 会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也要去进行研究 比如说通过仿真的方式 通过检测的方式 测试的方式 去定性的定量的 把这些影响都评估出来 比如说如果电网 已经波动了的情况下 或者是电网有故障的情况下 有哪一路电网 比如说有相间故障 接地故障 那么它对这个汽车 对这个区域的这些充电的这些设备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它的这个突然的电压的升高 电压的骤降 那么这些电网适应性的这些实验 都必须去做 还有就是这些仿真 都必须去提前做好 包括我们对这个 行动员汽车的这个特性 要进行建模 包括它的时间不确定性 空间不确定性 能量 这些都要进行建模 建模以后 我们对它的这个特性 进行综合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那么我们才能去确定 去判断在这个地方 我们怎么去规划 去建立这个设备 谢谢 好谢谢 谢谢我们许将你 这个分享非常精彩 那我就是再紧接着追个问题吧 就是你说了这么多的 这个这个定网的 可能电网对电动车 影响电动车对电网的这个冲击 好 那目前现在我们有 有没有制定任何的标准 然后来规范这个 就是这个定网的这个行为 或者是对一些 scenario进行一些分析 或者是什么样 让它能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这方面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在标准这一块 就是我们也都 比如说有些我们也参与了 就是在电路汽车标准的 这个体系的建立 中国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体系的 包括对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 安全规范 包括它整车的这个性能的这样的一些要求 包括对一些特殊的旗舰 甚至就是因为电动汽车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是三电 就是电机 电驱电动 电池 那么它可能对里面的甚至对驱电池 它都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体系来约束它 因为确实在这方面 就是各国在驱电池的应用 就是电化学储人的应用方面 都会面临的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而且也时常我们能够看得到报道 包括之前韩国有个储人战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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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毁啊 造成了40多亿韩元的损失 包括我们国家也是 前不久在 在这个北京大兴那边也有个储人战给烧掉了 那么这些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防治 然后这个都需要这个从标准 从体系上进行规划 包括现在的一些 还有很多这种电动的这个低速电动车吧 也非常多 包括像什么电动的摩托 电动三轮车 这些快递小哥他们用的这些 都非常非常危险 因为也有很多就是带着这个电瓶去 家里充电 然后也造成了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和这样的一个财产损失 和这个人身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事故 那么怎么样去规范 怎么样去保证它的这个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在这个体系上就需要 制定标准 然后让所有的企业和所有的行业里面的这些 用户都能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 那么你像在制定标准方面 电动汽车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 它不但要满足就是我们传统的燃油车的 这样的一个所有的标准以外 它自己还有就是电动汽车准入的这个标准的 六十多项标准 然后其中还有就是强制 标准有22项 这是强制强标就是你必须必须遵循的 你如果不遵循 你就没法去去申请你的牌照去去销售这个汽车 那么在特别容易造成安全规范的下锂离子电池 它专面也有锂离子电池的这样的一个 包括它的这样的生产 生产的规范 生产检测 然后运维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运营 包括锂离子电池的退役 甚至都是后面的这个提示利用 它都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规范来约束它 来要求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厂家去执行相关的规范 比如说我的这个电池的尺寸结构 我电池的命名 我的这个电池的安全规范 比如说上面的防暴 有很多电池上面必须装 这种防暴阀 然后有这种安全的这样的一些要求 然后测试的时候也包含了 比如说我们的电池必须通过 比如说撞击测试 针刺这些能够在这种剧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或者是受到这样的一个损害的情况下 它能够保证这个安全 这都是有这样的一些要求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电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中 包括我们在汽车上 包括甚至将来的这种就是光处充一体的这种 在电网里面我们也有这种储人 它都会要经过每一段时间 对这个电池进行一个非常周密的 非常就是专业性的这样的一些测试 包括对电池的这些重方面的电压电流 它的特性 它的SOC的预测 它的这个电池的健康状态 都要建立这样的一个评估和评价体系 这样子的话 相信我们会将来 包括在电池里面的一些标准 我也在期讨 甚至有的 有很多行业都要 比如说像电动汽车的 比如说像快递的这些行业 它这个电池 为了就是防止这个电池 在居民区去随意的去充电着火 国家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规范 和这个政策来防止 但是效果也不好 比如说北京市出了它的很多政策 是禁止这个人员 带着电池到室内去充电 它通过各种方法去防护 比如说在电梯里面 我装个摄像头来去监控 如果发现有人带着电池进入电梯 那么我这个电梯就不动 但是这个还是有很多 就是没有办法去监管到位的 比如说我把这个摄像头给遮了 然后那么可能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一些方式 那么我们现在也在研究 一些强制性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在标准的源头 我们就制定一些 比如说电池的这些BMS 保护板里面 要进行这个电池的定位 要把这个电池的这个位置信息 要表示出来 我们这个电池在什么地方使用 那么我的电池如果进入到楼宇 或者是这种居民区的话 会给相关的 比如说给这种 我们的这个安全管理部门 比如说公安部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部门进行报警 然后给这个电池使用者也进行报警 告诉你你已经违反规定了 或者我触犯法律了 能通过这种方式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来进行区域的句子 让你不能 携带这个电池 做一些违离的事情 所以这个标准的建议是至极重要的 对好谢谢 谢谢我们 谢谢分享 非常详细 我们可能就时间不太够了 不好意思打断你 因为确实是已经就是过了一半小时了 我们下面还有一些话题 我们这样 我们现在就直接讨论最后一个话题吧 就是这个 从资本的角度 我们谈一下 我们知道新能源 其实它催生出很多创新创业的这个企业 我们几位嘉宾 有好几位都是这个直接 曾经现在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过这个创业 那么接下来这个主题就是关于这个的 我想问一下 先问一下我们变主席吧 我们变主席半天没露脸了 还在吗变主席 我久等久等 对没事 我特别喜欢你把这个人性 刚才咱们也讨论了是吧 廖宇也讲了很多 地球的发展 人类很渺小了 所以我觉得咱们就看着Jeff Bezos 是吧 他能 还有还有好几个 Elon Musk 他们都要去space 到太空去 这就是人性的表现 就是大家怎么样要找new experience 找一次 总在找新的东西 这就是人 为什么咱们刚才讲了 有很多version 不同的版本 咱们都在想象 你有你这个 你有一个想法 我也有一个想法 我刚才也说了我的版本 大家也听了很多版本 这就是人性 就是咱们跟别的动物不太一样 就是人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 这就是人性 而且总是想体会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创新 这都是一个永远就是会在的一个东西 而且是推动咱们这种比较老的这个行业 像这种电力系统这种行业 推动往前发展的 所以将来也是 就是我觉得这个系统呢 会personalize 我就是futures provide personalized service 包括教育 咱们现在也是要一直没做到 但是如果咱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背景啊 这个朋友之间 所以所以需要受的教育 喜欢的东西跟其他人是不一样 所以咱们这个将来这个电网 未来这个电网如果能能就是能提供个性化这种这种服务的话 那咱们就做到家了 所以就是每个人可以提供自己的东西 或者是从别人哪儿或从电网哪儿取得他自己需要的东西 另外咱们在尽管每一个人在不同的life stage是吧 从青年中年到老年也需要东西也不一样 如果这个未来电网能提供这些 有这些创业的公司能能做到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 这我觉得咱们就做到家了 这就是我对未来电网的设计 另外呢 我还想就是跟着这个话题 我还想说一下就是 这个 Alan Key啊 说过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 他就是怎么怎么这个预料这个未来 他说 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invent it 所以这就是你刚才说的 怎么样是吧 大家咱们都可以invent 那就是part of the future 咱们可以想象很多 这也是人性的东西 但是呢 到底会是怎么样 we part of it 好谢谢 好谢谢我们电网主席 就是我知道你明天在的那个公司 应该是18年开始 也算是一个初创公司吧 Gradex 对吧 而且非常亮眼的一个 我发现他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介绍里面说 他是women owned the firm 所以我就想 是不是你可以从就是这个角度来为我们 企划创业的一些女性朋友们分享一些这方面的经验 嗯 你还看得珍惜 对 他是一个consulting firm 倒不是一个startup company 但是确实是一个women owned的这个company 因为你大家都知道的owner是叫wonder reader 他是咱们第一个femalePS president 然后他呢 是也是从电力公司 最先是在 你们看他的 他有他有很多分享 他是在学校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 在那个idaho 他是在那个farm 在horse farm 长大的 所以他特别喜欢这个nature 然后你要到他家去的话 他也他也养着 那个马 所以呢他从那长大以后呢 然后在学校里就有点是特别特别 其实大学里边 后来就是有一个机会 就学校里有点像咱们那个学生会主席一样的 是吧 他一直就是在在这个 leadership position 然后在内入就是叫内入就是 不是叫内入叫 N-R-E-C-A 就叫是美国的就是乡村城镇这个电力啊 这么一个association一个一个协会 就他们学校就给他推荐到那儿去 他在那儿intern以后 他就所有的电力公司 他基本上都去了 后来在考卖的做了这个 但他对technology呢特别感兴趣 后来他加入你SNC 可能大家这边都认识他也听说过 后来在SNC呢就做了一个 chief叫strategist 然后emerge acquisition 所以后来他就发现他自己可以做老板做得更好 然后呢美国对这个这个minority women是part of the minority group 有很多这个incentive 比如像国家政府 如果是women owned 只要是50%以上的股份 那个国家的那个 比如说DOE的一些project 把什么government project 都会先考虑minority owned这个project 所以然后他有一个certification process 他也是 所以你看他的那个公司 他会盖一个账 就是women enterprise 所以有很多 他要到电力公司 比如说是这个 很多大的电力公司 也有这个优惠policy 你叫black people 是吧 asian 或者是company 或者是这个women owned 都有这个优惠 所以看这个女性 如果要是准备创业的 还是挺有优势的 那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考虑一下 有些有机会 咱们也可以跟这个明亮 讨论讨论 他刚才一开始 就就在这方面有 有自己的想法 对对对 跟他讨论一下 对对对 对明亮老师 说到你啊 我就是也知道 你们在斯坦福 做了很多这个 就是这个 创新的一些技术方面的研究 然后也设计到一些转化 你有很多学生 用你们这个成果 去建了很多的startups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 他们都做了哪些这个创新点 涉及到哪些创新 在我们电子行业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 我基本上这个从这个从generation 然后呢到到这个 anyway我这么讲吧 就是说电力行业的创新 第一点就是说 机会现在目前非常多 这是第一个message 我需要 deliver 那么第二个message 我需要 deliver 电力行业的创新 跟it啊或其他 或者传统的energy sector的创新 还不太一样 因为你必须要了解 regulatory body regulatory 就是你的管制机构 就是PUC啊 FERCA就管制机构 你如果不了解这个 regulatory body in any country 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 你如果不了解这个 regulatory body 和policy的话 很多时候你这个 你的startup 不会那么顺利 那么 我就再反过来讲 为什么这个机会非常多 因为我 stample本身的氛围 就是entrepreneurship is built in blood 我们有非常多的class 包括那个 异星他们公司 那个谁 Dev Danielson 就Moxley 他就teach 我们叫这个 energy climate adventure 对吧 然后呢 甚至很多年以前 那个谁 那个Facebook CEO 他们也都过来teach 然后呢 非常多的company 像JB啊 Scrubber啊 这个CTO 他原来就是mechanical engineering 毕业的 他在学校的时候 就是自己 找个地方 去把那个汽车换出来 把电池换进去 然后换着换着换出 给tesla来 那么 那么 机会非常多 第一个 你如果看现在的 这个clean energy的spec 有很多的spec 在开出来 因为很多时候 这个clean energy 这个company 他有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刚才疫情也讲了 他的周期会很长 跟传统的IT 你开个app 那个不一样 他的周期会很长 这样他的financial book 就不会那么的 怎么讲 用中文来讲 就不会那么的 清晰明了 或者干净 对吧 所以说很多时候 就用spec来上市 那么第二个 就是说 我切身感觉到 尤其在疫情 这段时间 因为我打完疫苗之后 我开始允许了 接触一些人了 就很多的一些钱 往美国再流 往硅谷再流 尤其最近这六个月 从国外的 我说的是 国外的一些资金 像来硅谷 开这个innovation 和ventual firm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看中 这个新administration的 infrastructure bill 他们非常看中 这一个trillion dollars 怎么样能够 从里面分一杯根 所以很多一些 外国的这个机构 也都进来 那么从这个 ventual capital 融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不要 极限于传统的 这种 红杉 这种 VC 因为很多电力公司 美国电力公司 比较少 但是欧洲 或其他电力公司 它有自己的 ventual capital firm 那比方说德国 那个Eon Eon的这个VC Enoji 它就在 哈老头 对吧 然后呢 National Grade 英国的 它的ventual capital 也就在 Selican Valley 所以说很多 欧洲的那些 电力公司 它本身 就有 ventual capital 因为你自己去 start a company 要我有什么 customer 对吧 那么什么时候 你这个business model 不但只是 他们投钱 他们有时候 他们也就是 你的customer 这就是一键双雕 所以不要把你的眼光 只局限在这个 传统的VC VC firm 把它放广一点 那么美国一些电力公司 它没有直接VC 但是它会 team together with other 这个 energy company 去找一些 能够管理 这个VC firm的一些 公司去 去投 比方说 贵股比较有名 一个West Steve Wesley 那这个 那么这是我讲的 这个第一点 就是这机会 非常非常好 那么为什么好 因为这个 one trillion dollars 然后呢 你再看 是在其他地方 受疫情影响 你就可以invest 这个opportunity 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很多这个VC的 这个钱都进来 那么第二个 这个 这个regulatory regulatory呢 就是说很多时候 都是受政策的影响 那么我们现在 做好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认为 这个 你得从根本上 去改变 utility的business model 去allow 和stimulate innovation Otherwise 很多时候 你的innovation 在utility 很难 survive 为什么呢 因为传统的 utility的这个business model 就是heavy capital investment 尤其 你比方说 你家族电力公司 纽约电力公司 你怎么去赚钱 很多电力公司 它不是靠卖店去赚钱 它是靠 建线路去赚钱 只要你允许 我建线路了 我这个就build out 我的rate里面去 我的returns guaranteed 虽然它的 它的这个profit margin 很小 5% 7% 或者10% 但是它return guaranteed 那这种model 就非常 没有这个innovation 的这个driver 你怎么样能够 把utility 变成就是说 你帮助别人 去deploy capital 去用别人的capital 就是it公司的模型 而不是说 你自己deploy capital 你就赚那个 5%到10%的 这么一个 一个profit margin 你现在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distributed resources not owned by utility 都是 owned by third party that's third party capital investment 对不对 你怎么样能够 帮助他们去deploy 这个他们的capital 然后create 这个win-win case 这个时候 你这个regulatory policy 你需要open 怎么open 就是说 你必须要create new model 不能够传统 这个generate case 你要introduce什么 什么saving sharing 就是说你允许 third party 去share 他们的profit 你要建立什么 performance based 这个regulation 而不是说 你只是 只是让允许 他们去建签 所以说 你作为创业者 你必须要understand 尤其在电力系统 创业者 必须要understand 这个regulatory framework 这样才能够 你的business 才能够 才能够成功 嗯 好 嗯 非常精彩 这个分享 嗯 就是 我记得 一星当时有谈到 就是 你们好像有一个 就是 这个催化迹象 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吧 这个 这个跟你们以前的 这个 投资的这个 公司有什么 不太一样 好 我就简单一两句话 介绍一下 像brick's energy ventures 他们主要做的事情 就很多 跟其他的很多 venture capital 是一样的 就是什么 我要投几百万 到一个小公司 然后期待这个小公司 在五年十年时候 成长为大公司的时候 我这些股票就值钱了 然后卖掉 那这是他们的 传统的引力方式 这也是brick's energy ventures 的引力方式 然后现在我们 正在做一个 全新的项目 这个项目呢 大概现在 是有1.25个billion 这个美元 就12亿美元 那他们要怎么去投资呢 他们不是去投公司 而是去投项目 其实我们在 其实在能量行 创业一个很大的难点 就在于 公司里面可能 已经做出了一些 prototype的技术 但是真的把这些技术 投入到市场中 去建一个大的项目 其实要需要的钱 甚至比你投领公司 还需要一些还要多 所以我们公司 这个项目的目标呢 就是把这些钱 都投入到 demonstration project上 就这个project 可能是一些小公司 也可能是 break through的投资的公司 也可能是 其他人投资的公司 他们有很有趣的技术 然后但是他们需要 能够承担风险的资本 去帮助他们把这个技术 在市场中 能够实际的运行起来 然后在运行的过程中 去看到这个技术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好处 让不断的改进 然后现在我们公司 做了这个 break through energy catalyst 这个program呢 就是专门去投项目 而不是去投公司的 那我们这个教授 如果要是想申请 这个项目 是不是也可以 以个人的名义来申请 没错完全可以 我们这个项目 最近刚刚发布 其实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出来 应该是在今年的 联合国气候大会上 会有更多的细节出来 在今年的估计 10月到12月份 会有就会开始 类似招标的过程 就会开始进行了 所以一直会进行到明年 所以这个12亿美元 还是蛮多的 可以投很多项目 所以如果大学的教授也好 工业界的专家也好 如果有好的技术 是完全可以参与申请的 我也可以在中间帮忙 然后我还想再提一个 但是我们公司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项目 它叫 Bricks Energy Fellows 这跟可能就跟院士这个意思有点 有点像 它那个项目的模式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知道很多技术 学校里边的老师教授 他们有非常好的技术 但是真的要在一个市场的环境下 把一个公司运营起来呢 光有懂技术还是不行的 所以那个项目的目标就是帮助在学校里边 或者是国家实验室里边 拥有技术的这些个人呢 帮他们去配对一个在工业界里边 有运营经验的管理者 或者是商业人员 把它配对之后 我们也会投很多钱 然后帮他们把这个公司给发展起来 这是另外一个项目 所以所有的讯息呢 都在我们网站上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你可以联系我 嗯好的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知道我们协会很多的这个教授 可能会涉及到他们一些成果的转化 这个可以到那个 BreakthroughEnergy的网站上面 去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可以跟我们嘉宾啊 跟我们一心联系 然后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帮忙的 好那么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吧 我想就给廖宇老师吧 就是想问 因为你在这个中国跟德国 这个电力能源公司都做过 这个高管嘛 目前是在企业做这个战略分析方面的工作 那么我想让你谈一下这个 由于疫情原因导致的企业 对外政策的变化有哪些 你可以从这个中国能源企业出海 这个角度来找你谈一下 好我可以先回应一下 前两位嘉宾说的话吧 嗯可以可以可以 第一个部分我想我想回应一下 刚才米亮说的 我就说一句话吧 我觉得当ESG包括整个双碳 包括电力行业成为投资关注重点的时候 其实虽然我是德国出来 包括在中国 我其实更看好硅谷重新成为这个领域的 全球的这个盈利的方向 因为中国的创业和投资环境 其实实际上在技术行业实在是太糟糕了 我已经无法忍受 我已经无法忍受 在中国的投资人翻来覆去的问题 电网如果不同意怎么办 因为这是一个中文平台 所以我刚才就没有直接点出这个 对那这个话我来说 这个话我来说比较合 这个话我说了还有点作用 他们也不敢把我怎样 这个投资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了 你不要看高领资本投了这些那些那些 你不要看您的时代定征500亿 他什么也没干 他就是扩大产能 他就是干以前的事情 他根本没有innovative的anything 你根本不用去这个这个事情 这个这个碰到龙机碰到他们 天天只会计较我四只万一千亿 包括他们在做什么 他他当然在做 没有说他不在做事情 他还在做研发 但是他顺着原来的轨道在走 你谈到真正的ESG 谈到真正的创新 我觉得就包括刚才说的 其实在欧洲的欧洲呢 他技术比较多比较盛产 但是他在跟资本的结合方面 这点我觉得至少我个人还是 更看好硅谷 他有这样的一个应用 这个我觉得未来十年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第二个就是前面 编主席说的关于女性创业 这个 我完全赞同在 电力行业要有越来越多的女性 包括像我们主持人啊 编主席都要涌入创业大主 这个凡是女性创业的团队 更容易被投 我觉得应该先 应该先起这样一个高潮 这样的话是一个好事情 那么回到我们自己本身这个问题呢 因为今天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 以后这个活动能不能 每俩星期半一次 时间太短了 到底是谈技术呢 还是谈投资呢 还是谈创业呢 还是谈就业呢 还是谈规划呢 这个从疫情之后来讲的话 首先从大事来讲 这个跨境的这个出口 包括电商 其实是 其实是在增加很多的 那么包括像我们现在的储能 包括对外的光伏逆变气 包括你看到的阳光电源啊 锦浪啊 包括很多这些公司 他们之所以业绩暴涨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的确是因为整个国际化的需求 在提升 那么在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个人觉得是 就包括我前段时间也来说 其实 你包括像现在往海外拼命出口的 这些充电桩 包括这个光组充一体 包括这个我们这样一些用户车的 包括工商业的储人 中国的制造业的优势 包括在这个方面 新的员方面的迅速转移啊 我觉得也是要值得注意 其实我个人觉得 以后就咱们的闷醉啊 就是每个国家都坦率的 承认一下自己的优势 我觉得中国的优势 就是产能扩大 啪啦啪啦上马 滴滴呸呱啦 直接往上 往上一块把针头往上垒 然后降成本 减原争效 这个怎么样来上这个 我们就承认就这个优势 凡是上来一个事情 一看来进 我们就把产能扩大到几百计划 然后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 然后你真的说投未来啊 投什么以后这种发展啊 以后我们也不要这么磨叽 中国跟投资人谈半天 他也不知道你谈的是什么 你跟他讲什么各种储能啊 什么辅助服务市场啊 调拼市场 他也搞不清楚 你跟他讲 我开发个充电桩的APP 他又在问 哎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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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到底会不会有人竞争啊 这个谁微信出来做怎么办啊 你流量怎么倒进来啊 好烦 我们把这搞到硅谷去行不行 我们能不能清爽一点来做事情 就是每个国家发展自己的优势 然后呢 清爽爽的把自己的这个 在疫情之后烦大家不见面 就你也不要来烦我 我也不要来烦你 你也不要想融合我 我也不想融合你 大家各自说各自的 这样的话还轻巧一点 对吧 就索性就是就是不要这么纠结 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呢 这个实际上 我倒是 我倒是很想请大家关注 这个一点就是 在我们电力行业 这么几百年的发展当中啊 其实我觉得有一条大家注意 就第一呢 就是越简单的事情 越容易被人质疑 你小到欧姆定律 包括麦克思维 包括出来这些东西 包括当地爱因斯坦 这个这个爱迪生发明电灯泡 大家都在质疑 电灯泡有什么用啊 人家不知道 就是越简单的事情 在我们电力行业 就老是有人质疑 然后越复杂的事情呢 就老是被人忽略 比方说你说你搞个N-E 搞个潮流计算 辅助服务市场 这么麻烦的事情 老是有人把你这个东西忽略掉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要避开这两条 我觉得在我们行业 如果是投资出来 就要避开这两条 你不要想把自己搞得很高级 很简单 也尽量离那个复杂的远一点 能不能把它变得更直观 大家更容易接受 所以我还是请 我觉得未来的十年 不管是我们看投资 还是对外的业务 我觉得从市场的角度来讲 我其实挺看好美国市场 我觉得我现在想像美国 都觉得好久没去了 心里很难受 觉得要去看一看 然后呢 另外从这个应用的场景来讲的 我们这个行业 我个人觉得不缺技术 不缺人才 你随便抓博士技术一大把 我们这个行业真正缺的创新 是缺场景 所以哪里的电力公司 或者哪里的这些当地的机构 比方说澳大利亚 还是AMO 包括这种 他支持我们搞调平市场 F-class 搞这些东西创新 后面就会跟着一堆 所以不管是政府机构 ISO 还是这个电力公司 他能够拿出来说 我拿一个场景出来 大家创新 然后我顺便 开头过来跟个百分之四 百分之十五 这样不挺好吗 我们就往这个创新去冲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要尽快人达成一致 往那方去冲就比较好 否则的话 大家都想不通 所以这个呢 就是怎么样在场景上下功夫 那我觉得是 是所有人 所有人要去花精神 为什么我说 未来实验 用户测可能会比较好呢 就假设电力公司 他还是很conceptive 很保守 但用户他总有需求吧 他因为双碳要减排的需求 他因为自己 有钱花不出去的需求 他因为自己要假装 绿色电力各种需求 他拿钱出来 或者他愿意去尝试这些技术 我们才有机会 他愿意参加需求的时候 那我们才有这种机会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 我希望我们在座的 不管是中国还是 对美国 各位关注这个行业的 我们一起往这个方向 多看一看 把这个事情变得 更加的直观一些 可能会更好 好吧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辽阳老师 虽然被我们说下线了吗 没有 没有 我就是看你说了很多大实话 我都不敢露俩了 这样啊 我们时间确实是有限 我们观众的问题 我们可能今天有点回答不上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之后 能不能总结一下 然后把观众的问题来 同意给大家回答一下 刚才黄灿提醒我 我们这个嘉宾席里 有一个 有一个我们这个 美国第一个电力女院士 他是刘毅露博士 不知道刘博士可不可以 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对未来电网的一个看法 你现在还在吗 刘博士 对不起 我是真是来学习的 还没有做什么 思想准备 我是觉得 电网发展 不管朝哪个方向 不管 就是说 像一个树一样 不管branch到哪一个方向 我觉得 我都很exciting 因为觉得有事情可干 不会就是 好像在一个 就是 老师没有进展的一个行业 所以总觉得 就是说 有很多事情是偶然的 就是很多 技术发展的方向 可能 就是说 比如说选了 选了哪条路 都有可能走到 一个比较 比较 就是说 就是 怎么讲 就是 carbon free的 方向 因为这里头 还有别的 很多别的东西 比如说 fusion 它 哪一天突然 出现了 然后 是不是大家都 不用再考虑 这个 这个 但是又开始 搞 fusion了 但是我想 不管走到哪条路上 都是值得 往下走 就像很多 这个专家说的 只要 只要开始干 要 要 要坚持下去 总是会有一定 一顿 结果 主要有足够的资金 哪个方向都能碰 我觉得 所以大家面临 咱们这一辈 就是说 能 这会儿工作的人 或者是 都好像 我觉得 大家都有 很好的机会 就是一个 exciting time 所以听 大家讲 也觉得 很 很高兴 学习到 不少 不少东西 谢谢 院士批评批评我们 我们有没有什么言论 离经叛道 犯了大忌的 批评 你的言论 我最欣赏 因为你 讲的 敢于 这个 创新 就是说 有的听了 吓一跳 但是想想 也觉得挺对 所以 讲得非常好 感谢 感谢 下次请主持人 再开几个 开几个话题 让我们院士 都教教我们 技术方面的讨论 我们还是很开心 好的 好的 一定安排上 感谢我们刘院士 非常感谢 那么 这样 我们今天就 来一个 我们最强烧了 实在是太晚了 我们这个 非常荣幸 本位 邀请到五位嘉宾 做回我们本期的活动 然后 也感谢你们 精彩的分享 我不知道 大家感受怎么样 或者有一些收获 然后也可能 觉得太烧脑了 可能就是这个 心机量太大了 我们也努力 以后多做一期 确实是 我们这几个话题 都非常大 每一个单独 拎出来都可以 大概做一期 两期来讨论了 这期就是 想让大家 从一个宏观的角度上 我想尽可能 全面地了解一下 我们未来电网的 一个趋势 我们的行业通点 还有我们以后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那么在最后 我还想扣一个题 就是为我们 之前一直在讨论 人文的角度 我们来探讨 未来电网是什么样子 我想最后 再跟大家简单探讨一下 就是我们人类 应该怎么看待 我们未知的未来 就是他会给我们 带来很多的期待 很多喜悦 甚至呢 也会给我们 很多恐惧 那我们的态度 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这里想分享 给大家一个观点 就是我想引用 我们老子 在《道德经》里 就是《道片》里面 最有能量的六个字 他就是 与大家共勉 他能不能回答 这个问题 他就是 智虚极 守禁堵 这几个字呢 确实在告诉我们 这个虚境的这个状态 也是非常接近于 《道德》的状态 它可以让我们 在和周围的事物 发生一些 自然相处的 这个过程中 能不受它的影响 然后用这种状态 我们去观察 事物的变化的规律 它就像是一种 手中的心态 以不变 应万变的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 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如果你有什么 其他的想法 在这方面有兴趣的话 我们在这个角度 可以在线下 继续进行交流 跟讨论 好 那么重要的环节 致谢我的小伙伴 没有他们 就没有我们 整期的这个节目 我们宣传组的 李一言 姚依韵 黄炭 感谢你们 邮件推送 李问廷同学 还有我们现场支持 桑原锐 桑老师 最后呢 就是我们永远的 最后一页 slide 它就是我们 亚洲的金主 Bub RTDS 我们非常感谢 您对我们 今年所有讲座的 独家冠名和赞助 也请对RTDS 仿真设备 有兴趣的朋友 和他们取得联系 如果大家想更多的了解 他们或者有 技术讨论的需要 也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会再次邀请 这个RTDS的专家们 和大家直接的 进行一些交流 好那到现在呢 我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然后非常感谢 我们在这个 不同的市区啊 来参加我们这个 今天活动的朋友们 祝大家就是 早安晚安 然后我们 都有一个 愉快的周末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吧 大家再见 各位嘉宾再见